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流节目 我是卡扎彭卫生 今天是1月9日 现在还未开始的 我现在将节目开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回顾一下美股在昨天的收市状况 以及港股昨天在整体的走势里面有什么值得去留意 第二部分在开始的时候会解答各位的一些问题 以及看当时的市况立刻的走势 更新大家 看昨天来说其实没有新的数据公布 大家继续看着未来会公布的美国核心CPI 数据未出之前整体的市场还是维持反复的状况 如果我们看昨天美股最初那段时间 道指是跌的 但是科技类的股份 包括这些晶片类股份 甚至是整个镇纳子都由头一路升到最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中主要是因为NVIDIA出了新的晶片 去符合美国对于中国那方面的整体高端晶片 做AI那部分的限制 现在来说出到新的晶片的话 变相就可以供化给中国那边 所以就昨天来说 NVIDIA的股价真的升得很厉害 升了是5% 由头升到尾 差不多升到全日高位附近收市 而且也破了顶 NVIDIA的股价升到这么厉害 当然也会令到其他的晶片股一起都上升 当中来说包括AMD也都升超过5% 在那个股价大动下 整个美股就由低位一直逐步逐步升上来 比如看回三个主要的美股指数 道指有得升 就升了是0.58% 升的幅度相比纳指又甚至是标准物指数 都轻轻是差了一点 不过不要紧 起码如果你看回昨天来说 道指那支的羊足基本上是破了脚 穿了头 在这样的情况显示什么呢 整体的动力很强 也未有跌下去保里加通道的中途 而且亦都差一点 RSI也上回来 整体的表现是向好底下 当然其他两个指数 尤其是纳指来说更加明显 标准物指数也是升 但是升得没有那么多 升了1.4% 令到指数来说去到4,763点收 而纳指来说升了2.2% 非常强势 如果你看回在图里面 你会看到整支的大羊足 就是升穿了保里加通道中途 亦都看到RSI成功在50楼下 即是冲回来到55.9%收市 整个美股表现向好 当然对于市场来说 有一定的支持力度 减低了市场之前担心 未有即时减息机会 譬如好像看到之前有很多联署官员 都说现在来说 不是真的去说减息时间 还有机会甚至加息 现在看回欧洲那边的官员 亦都有相似的言论 整体都会预计 今年下轨前应该都不会有减息机会 变成可能大家对未来减息的预期 稍稍向下 美股仍是有回调机会的 当然你说回调了之后 能不能买过呢 我觉得整体都仍要买回美股 因为整个市场资金非常充裕 尤其大家都在说AI的热潮 如果去看昨天说美国跟着利率期货 仍然维持1月不会如何移动 但是去到3月大家还是有个机会 即是六成机会是会减息 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不会是3月 即是减息 都是要说到6月份那段时间 所以都不要太过觉得减息会在现在的历史上迫在眉睫 如果看回债息那方面也是有相似的情况 譬如好像看到之前的息率抽上来之后 就算譬如昨天来说美股做得很好 但是整体是两年期十年期息都是稍稍回落 没有大幅跌下去 大家都预期减息时间表 没有那么快出现的 去到美汇 昨天都是横行为主 横行的话就显示着大家都不会 特别是看好美国即时减息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你减息的话代表什么呢 你放钱到美元可以收到利息回报低了 当然如果你减息的话 就自然会令美汇偏弱 现在没有了这件事 美汇仍然是反复 美汇强对股市不好 美汇弱反而对股市好一些 至于如果看回VS 我们也是几着重看VS 因为很多时来说 VS一冲上来 升到去20L位的话 我们就会叫大家一定要走人 因为通常VS去到20L位 就会很大机会 是掉头走回头 又或者是掉转去这样说 去到20L位来说 会令到大家的紧张情绪会大增 现在来说还是低的 14L位 所以暂时来说 美股再向上走 我觉得就不是太大的阻力 暂时都继续看住 VS还有向上走的空间 令到美股大幅下跌的压力也相对小 就算你说回调 最近回调就回调 不是大跌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至于如果看回油价就不是太好 始终来说 油价也有几个因素 一就是说大家对于全球对石油的需求的增长 有没有那么强 第二也要看近日的红海的因素 红海的整体局势还是很平凡 可以这样说 你现在来说 没什么船敢走红海 变成所有的走的路远了 航空运的燃油会是需求大了 油价理论上可以向上走 但是昨天来说 沙特是属于整个OPED的主要的大哥大 他就对于未来工油的价格是向下下调了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来说 那个旗油就是大家对后市的看法 就是好像说 你对于恒指的未来走势是怎样的 那只是预期来的 最后来说都是要看现货价 现在来说沙特工的油就是一个现货价 对于他们下调了 但是未来工油的油价自然WTI也要下跌 亦因此昨天WTI跌得多厉害 4%跌下来 令到一仙图出现了比较大的阴烛 不过我这样看 整体的供货价很多时候都是说 如果经济向好的话 它又要上调了 现在来说就是看经济状况 足不足以令到旗油上回来 旗油上回来 那当然对什么股也有利 那当然是883,857 这两只股份 至于386就没那么好 因为之前来说 如果油价到72美元流上 他们就很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要在海外入油 买那个油价越高 成本越高 他们的毛利就会受到一定的压力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看着油价来到这些水平来说 72美元是个关键时刻 如果低过72美元的话 中石化OK 但是高过72美元 中石油和中海油 就会是独领风骚的 至于昨天来说 港股一个不该跌下来 一枝大阴烛 那当然为什么会跌得那么厉害呢 事关于阿弥的政策来说 又有新的招数 他尽量监管 现在来说 基本上所有国企 所有食品 所有医药 所有互联网 引出版 媒体 所有东西 什么都做监管 或者是收紧监管的要求 去查一些违规事件 不合法的事件 其实如果你看到 在这个公布出来 对于所有的行业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昨天来说 基本上 你是金融有跌 互联网有跌 吃得的东西 即食品有跌 一些叫做 是储媒有跌 甚至是说 一些叫做 大家原本觉得 都不是太大影响的 国企 都跌了一份 所以现在来说 整个组合一起跌的话 那个监管收紧 其实对于港股来说 一定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昨天那个下跌来说 基本上很可能是一个 叫做 重新下跌的起步 也都这么看 昨天一支大影哭跌下来 也都看到 RSI 在原本跌穿30的水平上回来之后 又是受制了粉红色那条线 即第二格的部分 RSI 是顶部的阻力 所以都没办法 如果你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说回港股 越弱的走势 越是不受欢迎 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恒指日线图 即是出现一个 是进一步下跌 进一步下市 即是鲍利加通道的底部 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在最后来说 在12月那个低位 15972点 是不是会跌穿呢 机会都挺大 因为现在来说 不是跟你说 基本因素 有多便宜 而是说阿爷 要做些什么监管 去令到市场 去复合他们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因为现在来说 就是说 我不是看经济 不是看盈利 我不说知你的盈利好不好 我现在来说要监管 一监管的话 当然很多东西是不同做玩法的 至于如果看小视图 更加明显 在图里画一条粉红色虚线 让大家看到 就是原本由15972点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叫做去年的低位 开始做反弹 原本就是说做了三个低位 完成了支持 但是昨天一开 已经在一只打音笃 扔穿了 这个是小视图 在这样的形态上 很明显看到一件事 就是沽压来说 其实挺重的 令到昨天来说 三个指数全部都跌 如果你看回 县指跌了1.88% 国指跌了2.25% 另外科指甚至跌了3% 都显示着一件事 就是说阿爷的照顾下 所有指数都不能够站得稳 还有也都这么说 你现在来说 就像是一个整个监管组合 你什么行业都有监管底下 你很难就独善其身 如果你看回昨天来说 北水做了什么呢 走了14.3亿的钱 沽腾讯 美团 少鹏 就继续买一只中海油 其实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在短期里面 那些油股可能 还是一个高息的环境 即是它的股息太高 可以吸引一些投资者 那我们又看看 就是说那个北水的状况 是怎么样 譬如看回中海油 去到这个9号的数据 那看到其实市场 都还是见到近期的资金 是逐步逐步进入 令到整体的百分率 其实都是一直这样回升 甚至北水持住 是中海油的比率 就去到18.17% 至于700 就是我们看回腾讯 那腾讯的比率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见到 前一段时间都是比较静 在去年的6月底的时候 它原本持有9.7% 一直减下来 到1月5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9.26% 其实一直都是减的 就是整体的整体 就是整体看回腾讯 的确是北水对他们的热度 已经是没有那么强 至于美团来说 近期的走势就没有之前升得那么厉害 也都可以这么说 北水持货也都大概是15.4% 如果他比起腾讯 起码看到就是说 在6月30日的时候 他们的持股比率是由12.51% 一直增加到最近的15.4% 都是上升了 接近2.9%的百分点 都属于一个比较普遍的走势 至于小鹏的走势上 小鹏的走势上 6月30日的时候 只是14.94% 一直增加到上升 就是去到原本 今年的1月12日 10月1日 去年12月1日 就是22.3% 但是近期来来说 都开始慢慢回落下来 似乎都是反映的一件事 就是说 的确确一些北水方面 对于小鹏的看法 没有之前那么认识 因为之前来说 小鹏有德国大众汽车进来 令到他们整体 可能在公车方面 帮到小鹏的充业职 但是计算数据之后 就算你说 Wolkswagen 和他们去做一些合作 但是 都未必可以 令到小鹏 可以在短期里面 盈利是有个 比较明显的增长 所以都开始 钱进来买小鹏的力度 减少 再加上最近 我们都看到 不少行对于 内地的汽车股 的看法 没有之前看得这么正面 所以都影响到整体表现 如果我们看回北水的减磅 也都看到股市跌了下来 但是昨天来说 如果你在收市的净价时段 反而仍然都看到有钱在 譬如好像看到 恒志来说 最后收市的时间跌了310点 下回16224点收市 在收市的净价时段 大概有36.8亿的成交 占全日是4.4% 但是如果我们是把它拆散之后 看到恒志也有20.9亿的资金进来 而且也看到坐货率是71.8% 好像走势上是不差的 不过最大的问题 就是最近看到指数跌回头的时候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早段时间 投资者减了磅之后 在收市前又平仓 所以最后的资金虽然都有流入 但是抵消了全日的资金流走的部分 最终出来的数据就不是太理想 不过都这么说 去到现在这个水位来说 大家都看着去年12月22日的低位 15972点这个位是否破了下去 如果你说破了穿了的话 我相信也会触发到更加多的沽货的压力 都会出来 到时大家记住就不要这么早走去闹货 因为始终这个时间去闹货 在这个政策风险比较大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都比较大 至于昨天来说 在那个收市的建价时段 看到那些钱就在买 腾讯有3.800亿 亦都看到阿里也有7.5亿 美团1.45亿 走的钱就有帮比较多 2.26亿 其他都是相对比较平淡 但是如果我们把每一只股份 恒指的成分股 如果我们计算平均的资金流入 和资金流出的数值 就会发现如果有资金流入 大概都是3,700万左右 另外就是资金流出 有2,700万 虽然说流入的资金 平均来说每一只是多些 但是也不是多得很紧要 都是大过三分之一 可能都会令到 反映了一点 就是那个市场在短期里面 始终都仍是大家 即是叫做看好和看淡的投资者 都在这里角力 短期的表现 多时都是视乎整体消息层面 消息不好的 就算你有钱进来 都不是太大作用 所以暂时来说去看 就是说希望在短期里面 市场出一些好消息 如果不是的话 真的全部的投资者 走上去买美股 譬如好像这些牌 我自己都去买一些 譬如说AMD NVIDIA那些的股份 似乎他们的表现 在短期里面 都可以这样说 就是绝对可以跑赢了恒指 暂时都 就是减少恒指的比重先 再继续看整体大市 有没有机会 可以低一点再吸纳 令到投资者可能暂时的表现 都是要靠外围的 如果我们去看昨天来说 牛熊的表现 可以这样说 继续是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都看到 因为指数跌了三百多点 其实也有部分的牛证 是被人减少了 这个叫做强势性的回收了之后 你就自然是没有了一堆货 所以如果你看回 现在市场都是看着 15800到16000这个水平的牛证 那里来说大概是2084张的期指 的一个叫做未平仓合约 重货区是那里 就看着15800这个水平 接近10月22日的低位 不穿的话都还可以 大约穿的话就会加热 至于如果看回这个星期来说 继续要看数据 那未来星期五 即是内地会出那个进出口数据 那另外也会看回 就是说美国自己本身 都有一些PPI的数字 那这个星期来说 就算你的PPI数字 是出来不是太过强的话 但是我相信现在来说 大家不会希望 在三月真的有个减息的机会 现在基本上大家都 预算是第二季 所以出来的数据 就不要太肉串的话 那个美股应该还有得升的 好了 那这一节暂时就完了 那我们就在下一节 即是叫做9点45分 会继续的 那我们到时来说 就会是讲即市的部署 那到时来说 我们再见 那暂时来到这里 那记得如果是 大家看完这个影片 那觉得有用的 那就记得给我们个赞 和可以订阅 和亦都告诉我们 你想看什么 那我们就会尽量安排 那个 即是叫做节目的内容 去符合各位的需求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9点45分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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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